老农津贴加满案立院表决前 国民党推出的牌付版本 突然传出有退让空间 国民党内部对自己的提案 可能要再做修正 换句话讲就是 牌付的条件也越远 越远 所以牌付的人数比较少 蓝绿老农津贴版本 同样都在加码金上 从6000元调高到7000元 不过蓝营的牌付条款 在农业协国民党立委 都不赞下之下 党内决议牌付资格放宽 但临时更动 绿营炮轰国民党态度反复 最后的一个急转弯 事实上就是在对民进党 走行对白 不断不完 因为386元变一千 然后牌付变没牌付 这玩意都没精确 在一个小问题上先而未解 都是临到最后一刻 才做一个翻转 这人民怎么会有信心呢 老龙今天怎么牌付 国民党团截至中午还没有决议 不过蓝绿党团将假机动员 捍卫各自版本 老龙牌付表决大战 一出即发 三地新闻杨上千 蔡继云综合报道 刘营哥 有线赞,灯 minimum 老龙约来 有线紧 对 你们 bad 验龙三世 eigenlijk 老龙来 6% 其 Face 不知道 mic